啊 我怎么睡着了 不是谁我在哪 这里看着像是个婚宴现场 但这风格怎么像九十年代似的 妈 不对呀 我妈怎么这么年轻 这不会 真的是九十年代吧 难道 穿越了 哎 这小 大表姐 你 你怎么才这么小 未未 想什么呢 赶紧把熊花给新颜送去 楼下的活我来干就好 新人 是谁啊 我们常的任中原经理 和市委书记的女儿 余小芳 不对啊妈 我妈怎么能娶别人呢 这你都能忍啊 妈 你别是睡傻了吧 你赶紧清醒清醒 别一会儿叫错人闹了笑话 赶紧送去啊 什么情况呀 我妈不认识我 我爸还要跟别人结婚 老天奶呀 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吧 不认识我 要是我爸 没跟我妈结婚 将来 你不就没我了吗 不行不行 这婚 我说什么也得搅拷了 哎哎 你来得正好 把我把衣服晕一下 我 不是你还是我啊 怎么人家 人家连个下人都这么愣的 我堂堂精打 服装设计系细花 竟敢说我看着像下人 我可告诉你 你们人家 为了攀上我们瑜伽 那你们三生修来的福分 为了讨好我爸这个第一书记 那可是把亲儿子都放上去了 我也就是觉得他长得还可以 嫁过去随便玩一玩 因为整个人家 都要把我捧在手心上 好的余小姐 我这就是帮你衣服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吓死我了 当个假新娘 可真够费劲的 别乱摸 余小姐 你不要忘了 我们结婚只是家族联姻 不会有十之情理婚姻生活 没想到我爸这么手神如玉 而且余小姐 也有了一位地下情人不是吗 你放心 我不会干预你们 这绿帽子还戴着心甘情愿 能不能争点气 如果不是我爸逼我 我根本就不会娶你 我希望你也不要干预我的私人生活 我得强行干预呀 不让你跟我妈结婚 我绝不罢休 帅哥 你看 那边干活的那个姑娘怎么样 她是我妈找来帮忙的 对你更不成危险 你别打白主意 你看 我在外面 已经有一位地下情人了 这对你来说 简直太不公平了 我觉得 你也得有一位才行 我看啊 她就挺好 我堂堂一个总经理 你让我找一个缝让女工当小三啊 我面子往哪搁 你还敢嫌弃我妈 那你等着吧 如你打脸的那一天 过得你带胸花 不得你 余小姐 请问 那个给你送羞花的女孩 你知道她去哪了吗 嗯 好吧 谢谢 虽然 把小方的盖头在了 我们过去 给宾克煎一顿酒 嗯 小方 我带你去任务 今天天冷 小芳又转了半天 估计是着凉了 我去烧点热水 好 小芳从小嬌生惯养 爱生病 都可以众眼照顾了 应该的 以后就是亲家了 我们会把小芳照顾好的 众眼快给小芳喝点热水 Surprise 任长长 今天这个玩笑开大了吧 妈 什么情况呀 明明是我的低婚业 怎么人肉眼变成别人男人了 少一个男人又能怎样 反正你在外面还有一个小情人 少一个会死啊 我没有 你给我说不到 脚踏两条船 小心吊河里 没人捞你 你放肆 哪里来的小丫头 在这信口开河 污蔑我女儿的清白 配得上我女儿的男人 可不止你儿子一个 既然你让我如此下不了台 这个婚约彻底取消 你和白家那些生意往来 别再指望我 替你提供任何便利 亲家公 亲家公 给我解释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沈船长 沈经理 实在对不起 明明是我叫过来帮忙的 她不懂事 爱开玩笑 是我没有看好她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可不是开玩笑 你还得好好谢谢我呢 你说什么 就为了你的商业利益 和官场关系 连你亲生儿子的幸福 你都不管不过 还让她 娶这么一个 不清不白的女人进门 要不是我 今天啊 你儿子这辈子的幸福 就葬送了 你 就是不娶小方 我也绝不会让众人 把你去回家 你们给我滚 滚出去 走 滚 哈哈哈 这可真是一出好戏啊 爸 在我回国前 你可一定要帮我 拉入主任家 这没了于小方 阿远哥哥 毕竟是我的了 这叫预报相侦 白下得利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喂喂 你胆子也太大了 她也想去冒充新娘子呢 我这儿都是为了谁 她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对啊 你不是喜欢那个任仇元吗 我就帮你把她追到手 噓 我的祖宗 你可别胡说 要不 你要是回老家去吧 我这么妙小 容不下这尊大佛 哎呦 我不走 我哪也不去 我才刚见到我妈 我还没看够呢 你妈 嗯 疯了吧你 妈 你年轻的时候可真好看啊 你别叫我妈 我才二十多岁 连殿下都没有呢 哪来你这么大雅 现在是没有 以后就有了呀 我还是带你去精神科瞧瞧吧 这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精神不正常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对一个亲生女儿 我知道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相信 我也在慢慢消化这件事情 我可以向你发誓 我绝对没有撒谎 那好 我问你 你叫什么 多大了 报告 我叫任若薇 今年二十岁 大学二年级 服装设计专业 有对象 有对象吗 没有 那是什么 我可是事业咖 风心所爱 让着搞钱哦 事业咖 嗯嗯 不说起来啊 这我还是跟您学的 在未来啊 您可是女强人呢 我 嗯 女强人 对呀 您是不知道 在未来您可是我们服装大牌公司的女总裁呢 做梦吧 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不过话说回来 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任重远啊 我看他条件倒是蛮不错的 又高又富 还很帅哦 不喜欢 啊 不喜欢啊 这个任重远啊 在未来 可是你的老公 我的老爸哟 嗯 这要做梦呢 还得去床上组 不要睡觉 明天还得上班呢 哎哎哎妈 你别走 妈 我好饿 今天在人家干了一整天的活 都没有管我一口饭吃呢 你闹够了没啊 你要非说我是你妈 就拿出证据来 你怎么给我出了一个世界大难题 怎么证明 我妈 是我妈 你要不说 就别赖着我 明天就回家去 我说我说 你爸叫李强 你妈叫孙莲 你的生日是1972年7月2日 还有 哦 你爱吃鱼 对花生过敏 最重要的是 你大腿左侧内侧 有一块薔薇 来来来来 谢谢 真是见了鬼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我们约法三章 第一 你不许再叫我妈妈 你突然听见了 我看怎么嫁人啊 以后 你就叫我燕子 我呢 就叫你 薇薇 嗯 嘴头别问起来 就说 我们是远方表亲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妈妈 这 叫燕子 好好好 燕子 这很长 我妈年轻的时候 这条件可真苦啊 看来 我得赶紧让我妈把我爸追到手 也好改善改善生活水平 这两个人唯一有交集的地方就是工厂 我得找个办法混进去才行 你什么行李都没带 先给你一件我的衣裳吧 我家就一张床 你要是不嫌疾的话晚上就跟我一起睡 你要嫌疾的话可以去睡沙发 不嫌疾不嫌疾 妈妈你明天要去上班的话 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我呀是想去当女工 也好帮你赚赚钱补贴补贴家用咯 这个倒是不难办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工厂 找人是帮你安排个活 谢谢妈妈 女工的岗位已经满额了 但是最近在做行政的文员回老家了 看来形象还不错 你可以暂时代替他 行政文员 平时主要负责接待来访客人 预约会议安排 文件资料管理 以及上司交代的所有其他事情 谁是我上级啊 我 好的主管 你的第一个任务 把这个送到经理办公室去 好的 谢谢你 凤姐 你先走了 经理 就是 任重远 嗯 简直是天助我也 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叶子 我今天第一天来工厂 哪里都不熟悉 你可不可以带我来任路啊 没问题 经理办公室就在楼上 我带你去 好啊 哎呀 哦 不行不行 肚子好痛 好痛 你帮我给经理送进去吧 你没事吧 哎呀没事没事 我先去趟厕所 你快给经理送过去 别耽误了他的事 任经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您送东西 进来吧 你怎么受伤了 被我爸打的 我昨天是不是特别可笑 被你们当伤好无掩饰 没有没有 我 真不好意思 昨天那个女孩 你们认识 薇薇 她是我远房表妹 小姑娘调皮 说的话你可别当真了 她说的没错 什么没错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不过 你表妹犯错了 你着工补过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尽管说 来 帮我逗药 姑娘还说 让我找你做情妇来着 你没事吧 急什么 我都还没答应她 你说爱情 就像啊 满载故事盛开的话 我翻越山海送给你呀 你就在等一等我好吗 李书彦 不好好在车前干活 跑到总经理办公室偷懒来了 任经理刚刚取消婚约 就来办公室亲亲我我 你野心可真不小 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像攀上任家飞上枝头做凤华 你不掂量掂量自己几件几件中 我没有 我先走 任经理 不好意思 是我的失职 没有管理好工人 给您添麻烦了 是我的问题 给他发一天假 让他回家休息吧 他没事的 他就是个裁缝工 今天来挨骂 我们不用羡慎他 放放 这就给他放假 葳葳 你说 在将来我会是你妈妈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说 任仲远会是我的老公 你的爸爸 也是真的 真的真的 你还说 你让任仲远找我做情妇 真 呃 没有这个 这个没有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才不给人做情妇呢 天地良心 我可是一直都把你当我的亲妈 我爸明媚正娶的正宫皇后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任正缘才会看上我 我明天啊 就让太阳打西边出来 给你瞧瞧 我才不相信你呢 你还真别不信 我跟你说啊 男人 都是视觉动物 你呀 就交给我 我保证啊 明天许对让你成为马蓝县林青霞 直接原地出道 让老人的眼睛呀 离不开 哇 妈 你简直美爆了 太A了 洗着这块 打捏得死死的 葳葳 你可真厉害 真会打扮人 是您底子好 可是穿成这样出门 我不太好意思 就是穿成这样才要出门啊 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什么叫做 昨天的我比爱达不理 今天的我你高攀不起 走 走 走 你开那个不是李书彦吗 他今天怎么这么漂亮 是你看那个群体 好像不是我们看生产 嗯 任经理 哦 哦 你继续说 工厂这个月的人事变动 已经跟您汇报完了 还有下个月的节日 那个李书彦 她还在做初级女工吗 是的任总 厂里的技术培训 可以给她一个名额 可是 她资历是不太够啊 你不也是从聚层提上来的 就这么定了 啊 妈 你看见了吗 刚才啊 有好多人都在盯着你看呢 全都在夸你好看呢 我 好不是你 要不还是把衣服换回去吧 这可不行 你都不知道 刚才啊 我妈在二楼 眼睛啊一直直勾勾地盯着你看 这鱼啊才刚下耳 你可贼啊 给她点时间上钩 你咋这么懂啊 你又没谈过恋爱 我是没谈过恋爱 但是我了解我爸我妈呀 好了 一会儿吃光大会再见 你别迟到哦 好 这要是看了还不行动 可以去少龙寺的应聘方丈喽 可以去少龙寺应聘方丈喽 可以去少龙寺应聘方丈喽 你没事吧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撒娇 俗话说得好 女人会撒娇 男人魂会飘 所以啊 你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啊 你的眼神 你要勾人 顺便呢 也要扎上手部的动作 就像这样 嗨 你跟我学 嗨 嗨 嗨 还有啊 你以后不能再叫人经理了 下次见面 你就这样 叫他 重远哥哥 阿远哥哥 还有 像那种语记住词啊 谍词啊 一定要多用 就比如说这样 好不好嘛 求求你了 啊 抱抱 要抱抱 要亲亲 又不是三岁小孩 他能这么说话呀 反正啊 你就听我的就对了 我爸最吃你这套了 你一撒娇示弱 他就手足无措 表面云淡风轻 内心啊 风起云涌 认惊你这么不够言笑的人 能喜欢这些 阿娜都是装的好嘛 内心简直兴奋的要死 嗯 不行 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这才哪都哪 后面 还有更刺激的呢 更刺激的 这样 下次见面 你就在和他说话的时候 我听你今天叫他一句 宝贝 然后就说 对不起 我不小心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了 你不会解忆吧 我跟你讲 他觉得开心了要死 还有要吗 你就这样 下次判到他你就要说 阿玥 哥哥 然后什么都不要说了 十秒钟 哎 你别 你别再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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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知道了 送一杯咖啡进来吧 你还需要些什么吗 不用了 对不起 我吓到你了 你别烫坏吧 不用了不用了 哎对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以为她请了病假 我来代替她上班 送人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 你手没烫伤吧 要不要擦点药啊 我也是 这么好的手帕 怎么用一次就扔掉了 一个手帕而已 有什么好心疼呢 她也是别人一针一线缝起来的 她再小 她也是别人的劳动成功 也应该被好好珍惜 那你拿去吧 她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 不是给你吃的 你不是请假了吗 病死了都能被你给弃活了 把这个拿上 去给李书彦道歉 怎么 这么精致的点心 对你来说也没有价值 也要拿来喂野猫吗 吃给你的 为什么要给我点心 对不起 我不该那样说的 你不用跟我道歉 不过确实 你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 一块点心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从小一针一线 都要解误 但是呢 任仲远同志 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勤俭节约 就还是好同志 对不对呀咪咪 柔柔喂 你是不是不想干 隔三差五找不到人 今天还想对任经理动手 那是他活该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那么一个大男人 我打他一下 又不会少胖肉 你好带的胆子 他敢打人了 那下一步 师父准备骑到任尽脖子上去 我又不是没骑过 我骑到八岁呢 好啊 我看我不整人整出你是不是 行了 这个月末 亲自审查你的业绩 如果不达标 比较拿走一分钱工资 谁稀罕你的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 一个月光临花钱就上万块 你是不是在动到什么 我说 我这个月一定 跑 跑工作 今天 把工厂里的每一棵树 每一棵花 每一棵草 都给我浇了 一寸土都别给我放了 听懂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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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人家提心去 做小身份 你看老任叔 弄清楚那两个人是谁 然后开掉 好的任总 这就是办 可以吗 小任总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小小味的 这种思想不干净的人 他还除了对公司来说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对公司有没有好处 我不知道 但是对你和燕子 可全都是好处 我不懂你的说什么 你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 你喜欢燕子 有可没有啊 哟哟哟 还嘴硬了 你没看到吗 咱们厂里啊 多少人想追燕子呢 你再嘴硬 小心啊 老婆跟别人跑喽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老婆跑了 这件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哎呀 我这不是在帮你追一个新老婆回来吗 我跟燕子 可是朝夕相处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费路费路我 我倒是可以帮你在燕子面前 多多面言两句 这样 我给你俩多多制造的机会 这就成了吗 就凭你啊 就只有我才行 不过找我帮忙 我也是有小条件的 说吧 什么条件 让我当你秘书 只有我当了你的秘书呢 我才可以每天向你汇报燕子 从早到晚 日日夜夜的思想动向和生活轨迹 你说是吧 好 那你以后就直接跟我汇报 随传 随报 真的吗 一定一定 为了表示感谢 送你个礼物 合作一块 这里书院最近是怎么了 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穿得妖里妖气的 还总往任经理身上靠 真是友善风化 还有喜多人见他看 还有人找他去搭讪 不就是靠你那张脸吗 表面矜持 背地的 多比例有多来者不拒呢 你 背地里造黄瑶 删你个大逼的都是亲的 你敢打我 行不行 我马上就被开除 不好意思 我现在可是总经理的私人助理 你的上级 只有我使唤你的份 没有你教育我的份 明白吗 不可能 总经理怎么能提拔你这个祸头的 为什么不可能 你还不知道吧 我啊 可是常理 诸明的关系不能 我走后门了呀 我告诉你 再让我知道 你在背后说李书院的坏话 我让你吃不了 动着走 任经理 我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了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没关系 我也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对了燕子 最近 是不是有很多人追你啊 嗯 他们只是跟我说出话而已 怎么 你吃醋了 都能被你这么问了 看来是吃的还不够明显了 你 怎么 突然 燕子 我其实 不想看到你跟别人在一起 因为 我喜欢你 你是答应我啊 坐下这么多人呢 今天咱们可得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李书彦女士 真是结束二十年单身生涯 好呀 那你想吃吃吗 我请客 小美女 怎么能让你请客呢 今天哥哥在这儿 应该哥哥请啊 什么脸吧 小美女 把你招手拿开 你干什么 你进酒不吃小吃罚酒了 你没事吧 你们先走 快 这儿就安全 好 是你们自己滚 还是我帮你们滚 哪来的 你啊 老大 她是中原集团的总名女 任中原 不就又来个屁钱吧 你知道老子谁吗 你就敢动手 我你是谁 都是人渣 你们快滚 你今天把老子打了 就想这么容易解决 再不滚蛋 我不介意去警察 就跟你们谈谈 只要动动手指 你们这种碰碰干碰的勾搭 还是很好查出来的 你小子有种 今天放你一命 总有一天让你付出代价 走 妈妈 想我爸呢吧 你说 他不会出事吧 就凭我爸那一脚啊 你呀 应该担心那两个混混才是 薇薇 仲原 他帮了我们那么多忙 我想着 送他点东西 感谢他 你说我可以送他什么呀 这还不简单 你呀 就送一个 你亲手做的礼物 最好啊 还是能够让他可以随身携带 并且 随时打开 就能独物私人的 还真有 我可以给他绣个手绢 但说我看他不喜欢 怎么会呢 你呀 那就算把自己的头发丝 当着礼物送给他 他都会放到保险柜里供起来的 这呀就叫舔狗的快乐 他舔狗干嘛 怕他又没养狗的 哦 我可以绣个狗给他 哎呀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他舔的不是狗 他舔的 是你 哎呀 你别胡说 我想到了 你呀就绣这个给他 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上次你救了我和薇薇 我想要感谢你 就亲手绣了这个手绢 燕子你是缺钱了吗 没事我这有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你怎么了 你脸肿了 是不是你两个疯了干的 我当时就不一天放过他 等等等等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 在办公室也拉拉扯扯 不像话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刘卫明老师 藏林新来的技术五干 藏林希望通过新技术 实行技术转能 对啊 刘老师 你们好好合作啊 刘老师 欢迎 任命令 幸亏啊 以后合作愉快 因为我们厂里来的外部专家 都会配备一名生活助力 以便专家熟悉工厂环境 还能照应生活 就定他吧 不行 这不合适啊 这不合适啊 对一个初级女工来说 这是多么难得的 学习机会啊 知识学多了 就没空动别的外形式 不敢觊觎这东西 想多不要想 我不同意 我同意了 我虽然学历不高 但是我行那端做的证 自认为没有做过 什么不得体的事情 生活助理的工作我接了 请成长放心 我一定会完成的很漂亮的 文老师您好 我叫李舒燕 以后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 就由我来帮忙 你放心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不尽天麻烦 助理个屁 他那么个大男人 要什么生活助理 又不是巨婴 厂里一直有这个传统 只不过之前为了方便 都是配的同性助理 那你怎么不拒绝厂长啊 他就是为了给我难堪 我偏不让他得产 那你也不应该委屈自己 你这是羊入虎口啊 管好了想 这确实是一次 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以前都接触不到 那么高级的人才 我也想趁这个机会 提升一下自己 估计这次啊 老人要坐不住了 这次老人要还挺快 刘老师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抱歉打扰了 我刚开完会 就马上过来找你 我这里有一些 从家乡带的点心 就当做是你作为我助理的协计 啊 不用这么客气的 拿着拿着 那要没什么事 我就先不打交给休息 我先走了 刘老师 你袖子破了 哦 呀这一定是来的路上 巷子口太窄 不小心刮到了 那既然是因为我破的 我来给你缝吧 明天给你带过去 真的吗 哎呀那太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吧 好那明天见 慢走不送 不就是一朵香野村花吗 没见过失眠 我只要随便动动手指 它就上钩了 真搞不懂白银 怎么会把这样的女人 当做对手 真是可笑 啊 这个男人 一听就是心机表 也就我妈这么单纯 品不出味了 哎呀不行 明天我得赶紧告诉老任 后院要起火了 李学院在公会上吗 没有 今天李学院在刘主任那做助理 哎说院总之 太谢主任了 一大早就把办公室收拾得这么干 您不用客气 刘老师 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可以跟我说 昨天的点心还合为多 嗯 但是 您以后还是别给我送东西了 工作上 我尽力帮你 但是生活上 还是保持点距离吧 抱歉 我还有个想做 我先去一趟比方 装俗清高 哎对了 叔叔 昨天那件衣服缝好的吗 嗯 那件衬衫比较正式 眼甲穿会好一些 哦 已经缝好了 还帮你洗干净了 帮我教吗 你在干什么 刘伟明 请你的厂林 是让你交流技术 我奉劝你不要对其他事情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看 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想法的人 恐怕是你吧 任厂长知道你这么痴情吗 你别拿我爸威胁我 我在厂里的确是来交流技术 但我想深入交流 可不止是技术 你找死是不是 任经理是想对我动手 把你没哪都想好 任经理可不要忘了 待会的技术讲座 我可是要上台演讲的 我的脸要是夸了的话 任经理怕是不好解释吧 祝元他说的对 待会讲座 还有市里领导来听 不能让服装厂丢了面子 上面服装被弄了 上面就能随意了是吧 这是气死我 半天不盯着你就在这给我搞坏事 被人搜上瘾了是吧 还要什么生活处理 我我咋的你是活本的自理 周远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太冲动了 这一路上多少人看着不说闲话吧 他为什么让你脱衣服 他没有脱衣服他只是穿衣服 昨天晚上来我家的时候衣服破了 是吧 他去你家了 他把衣服还破了 他没有去我家 我没让他进屋 我也不知道衣服是怎么破的 就随手帮他缝了一下 你还牵手帮他缝衣服呢 嗯 缝哪了 袖口 哎 你干嘛去啊 去把它撕了 哎 你别冲动嘛 嗯 下次你衣服破了 我也帮你缝好不好 好不好嘛 哈哈哈哈 雨漆帮我缝衣服 我倒是更想看你把碗灰衣服 我的衣服不安排 你最变死了 忠元你混蛋 任吉利 那您在这儿 人长将军过去呢 任厂长正在接代师里过来的里道 请您过去作陪 我知道了 接来的活 还没到你走的时候 林众任 你还有什么事吗 我是真看不出来 你到底哪好 要长相没长相 要能力没能力 要加势没加势 一个刘老师 一个任经理 却天天为着你转 你到底用了什么见不到人的招数 什么都没做 你没必要羞辱我 什么都没做 那我就给你找点事做 这个帮我拿去销毁 还有我办公室地上 那一楼过期文件也都要销 服装厂不能出现明火 你这手不是挺灵活的吗 那你就用手一张一张给我撕 撕不完呢 不许下班 明白了吗 知道了 李书彦 你的好儿子到头了 到时候 会自己家呢 你帮离开服装厂 来医者活动快报个名 书彦来报个名吧 不用了 谢谢 看到李书彦了吗 没有 我都等你半天了 该以为你回家了呢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说你约的 临时加了工作 还没做完呢 还有多少 我帮你做 这些都是过去的合同标书 像这些关键位置 还有数字信息 我要做的对准 我要做的对准 多想一心 尘封就能抚平忧伤 多想一转身 多想一抬头 看见你微笑的脸庞 睡一会儿啊 不行 我要上班 我要上班 不想上班 不上班 你怎么赚钱养活自己 你养我呗 你这个大狼狗 我可养不起 是吧 我可是中华铁猿犬 给我口饭吃 我就等养家护院 守护你一辈子 那我就更得去 赚钱养狗了 来 在会儿先回家换衣服 嗯 站住 交代一下吧 什么情况啊 交代什么 你书彦 你说说你 你一个年纪轻轻 还未婚单身的小姑娘 竟然学会 也不归宿了 我加班来着 太困了就睡在工厂了 加班啊 你这个班 是自个儿加的 还是和谁一起加的 跟着中原 好啊李叔彦 我看你本事不大 胆子倒不行了 这么年纪轻轻的 就学会和别的男生 业不归宿了 我看啊你就是 皮痒了 潜作 不对啊 咱俩谁是谁妈呀 你不是说 我是你妈吗 反正 你以前就是这么教训我 今天我报仇了 嘿 妈 说谁胆子不小呢 啊 说谁欠揍呢 咱俩 妈 妈我错了 胆子肥了你啊 我错了 咱俩 对不起 妈妈 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 你是来干嘛呢 给你当间谍呗 我可是村庆六处一把手 情报呢 以我这几天的观察 你难道不觉得 这个姓刘的 有点奇怪吗 你看啊 这个人来到咱们厂的第一天 就把燕子给看上了 当天晚上就冲到家里去刷存在感 难道不觉得 这快得有点不正常 就知道 它不是个好东西 你看 你也这么觉得对吧 不过我说 你堂堂一个总经理 随便找个理由把它开了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以为我不想啊 它是我爸醒来的 我暂时动不了 既然 动不了的话 那看来只有我来除暖 你尽管弄手 楼下 有一诊的大夫给你兜点 一诊 有了 这一次可以从根源上 解决这个男人 走了 你干嘛去 检查身体 大夫您好 厂长那边 希望您去他办公室 给他做一下身体检查 哎 等一下 厂长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他做了身体检查 他好像那方面没问题 所以我建议您 还是不要穿白大褂去了 下一位 叫什么名字 一位妹子 好手放这放松 怎么了大夫 你这个买相 凶得很 还好你幸运 碰到了我 别看我是个大夫 命力学 我也是略懂一二 我到底怎么办 你这个卖相 气若虚浮 重案无力 这种现象只会有一种解释 到底什么解释啊大夫 两个字 甚虚 不可能 我甚好着呢 你是大夫 我是大夫 说让你还不信 别等过两天小兄弟当机了 还要去医院挂男科 走走走 下一位 不不不不 行行行行 我问你 你最近有没有经历一次沉重打击 你怎么知道 啊我说什么来着 而且最近你是不是和一位女子走得很近 是啊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下手 哎 我说什么来着 就是她 她客女 哦 这个女人啊 不简单 她能够将你的精气 还有你的氧气 全部都给你吸走 而且啊 她不光吸你的精气 还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杀气 一种和你相克的杀气 你就说有没有 真有 大夫 那你说 我该吃什么药 你这个病 吃药已经没救了 不过小伙子 莫灰心 这个病 它的根源 不在本体 而在外因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禁欲 禁多久 只要这个女人出现在你身边 你就得一直禁 因为啊 她可以吸你的氧气 所以呢 想要根治这个病 就要把她 吸你氧气的通道 给她关上 最好 一辈子都不要再见面 可是啊 我还打算娶她呢 不娶她 行吗 你娶吧 娶一个不知事 希望明天啊 我还能再见到你啊 回去好好想想吧 没想到这个女人还不简单 本来想把她吃干抹尽了再一脚踹开 现在怕是不行了 我可不能因为一个村姑 把我的后半辈子给搭进去 我得让你行动了 刘主任一切有计划进行 我们得抓紧时间吧 这可是成长今天最重视的专利证书 你给亲自办下来了 有了她 我们就能做我们服装行业第一了 我们要做 就要做到最后 把她逼到绝境里 永远都爬上来 你们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公式的专利证书 我怎么找不到了 让我在那么重要的客户面前 下不了台 该找到地方都找了吧 当然是资料库 还有刘老师的办公室都找过了 都没有找到 但是我在销毁文件的废纸楼里 发现了 这谁干的 之前做销毁文件工作的 是女工李书彦 现在 就把她给我叫过来 李书彦 痛蜂子了你知道吗 让你处理过期文件 你可倒好 装挑最新最重要的下手 连专利证书都敢销毁 你是单纯犯傻呀 还是故意搞破坏呀 我没有 我没进过什么专利证书 证据确凿 就在这桌上 你还要狡辩到什么地步啊 我有没有狡辩 你比我更清楚 我销毁的文件不都是你给我的吗 你还敢血狗喷人 负责庄历项目的人是刘老师 庄历证书也在她的办公室里保管 我怎么能够拿到 都是你 这个生活助理才更有机会下手 血狗喷人的明明是你 都给我闭嘴 爸 书彦真的是无辜的 因为她处理文件的那一晚 我跟她在一起 孤男寡女也不会送 你说你跟她在一起 你明白你在说什么吧 我知道 爸 我和书彦在一起了 混账东西 回头再找你算账 李书彦 我正式通知你 你被工厂开除了 明天不用来了 等一下 你说辞退就辞退啊 怎么又是你这个臭丫头 我告诉你 这个工厂 我是老板 我想开除谁 就开除谁 您真是目无王法 输出 全靠吼儿 在这里 我就是王法 法盲厂长 您不会真的以为 您比劳动法还大吧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 第36条规定 公司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随意解除劳动合同 可是要支付赔偿金的 那您 开个价吧 打算付多少钱 开除我们呀 你去做梦 我一分钱 都不会给你 如果您真的这么不识相的话 那我们也只有拿起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对您提起诉讼了 不过以仁厂长您这种暴脾气 之前想必应该也开除过不少人吧 不如我联系联系他们 我们组个团 对您来一个集体诉讼 顺便我再邀请一些我们当地的媒体 来一个焦点访谈的主题节目 您觉得怎么样了 您很想威胁我 你信吧 我动动手指就能置于你死地 我当然信呀 您可是人大厂长 不过像我们这种小人物 没了也就没了 可是对您不一样啊 这件事如果闹大了 闹到市里甚至审理 今年您优秀企业家的称号可就平不上了 那对常理来说实家优秀企业 不也轮不到了吗 对了 还不知道有多少客户订单 也要就此告吹了吧 对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们有几个臭钱 就能为所欲为 你碰到我可算是踢到钢板咯 李书彦恶意损坏公司重要文件 证据确凿 公司有正的理由开除它 哎呦有正的理由开除它 不说话我都把你给忘了 这个录音笔是我放在刘伟明办公室里的 里面已经录下了 你跟刘伟明勾结陷害李书院的全部对话 这回你可以死心了吧 哦对了任长长 刚才我们的全部对话 我也已经用这个录音笔录下来了 想必到现在该留下谁 该开除谁 明星里已经有答案了 庆祝我妈成功保住工作 没有让坏人得逞 葳葳今天多亏你了 你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谢谢你 假的谁跟谁啊 你是我妈 我当然得好好保护你咯 要让女儿来保护 看来我这个妈妈还不够强大 你现在不还不是妈妈呢吗 等将来啊 有你强大的时候 我话说回来啊 将来我长大了 你啊 可是咱们家赚奶粉钱的一把手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为了你将来的奶粉钱 从今天开始 我要变得强大 那就敬强大的妈妈 干杯干杯 白银啊你可得救救我 我现在被厂里开除了 整个业内都知道我的丑闻了 我混不下去了 你混不下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 我还不都是因为帮你办事 才变成这样的 让你办的事一件都办不好 你还用脸出着我发红 你这是过河拆桥你知道吗 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滚吧 凭什么你让我滚 白小姐 任长长问你何时有空 与任重眼睛和面 从小到大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 郑太太的位置 要定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新上的司机部主管 是从加拿大 刚留学回来的白银小姐 也是重远的未婚妻 白银 这位是李书英同志 也是你的传者助理 任你支配 不得手软 哎哟 这不是我们人大经理吗 怎么不回办公室 倒是在这儿蹲着 不想回去 我抱悠悠给我介绍对象 在办公室堵我了 什么 又来一个 不是我说你 人重远啊人重远 你到底还有几个好人 你好妹妹 我只想要一个 知道 这也不能怪你 可是人家你打算怎么办 这躲得了初一 我躲不了十五 你再搅活一次呗 反正已经有了第一次经验 第二次就清车熟路了 免谈 我又没有什么 替人结婚的爱好 更何况第一次 我那是迫不得已 可是我爸还让我带他出去约会 我还在想怎么推掉呢 约会 兄弟 你信我 这个约会啊 你一定得去 不仅得去 你还要 给他一个 反共的约会 一会儿呢 帮我把这些衣服都洗干净 明天呀 我要挑一件跟我的阿远哥哥约会 你呢 就在我的背后拎包提水 知道了吗 知道 就是要让你看到我们恩爱的样子 你才能死心 你等人家多久了呀 你怎么来了 你是我助理 你别管他 我们俩专心约会就行了 敢让我妈给他当助理 他也配 他是谁 我是任重远的助理兼保镖 你出门能带助理 总经理不行吗 既然是个助理 怎么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讲话 微笑服务没有听说过吗 微笑 有的时候是一种礼貌 有的时候是一种警告 赵远哥哥 当时你灭就敢凶我 好了 别闹了 灭了 赵远哥哥 这是我从国外给你带来的手绢 它是当地土著的刺绳手绢 真是不好意思 要怪 就怪你身上的香水味 实在是太浓了 一股 原价野花的香气 这谁能受得了 真是个土豹子 连国际大白香水都没有闻过 你无福消瘦 对 我就是无福消瘦 毕竟呀 这种味道 在我家 都是被放在厕所里 当香薰的 在我面前就敢这么轻轻窝窝窝 看我不给你个下马位 李淑妍 我渴了 给我找水喝 找到了没啊 就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我看你满脑子只有缝衣服吧 帮我打开 你不是也有手吗 这点事不是自己做 你要是不干点事 怎么体现你那卑微的价值呢 你没长手 我可长了 而且还长了两只 要不要我亲自请你喝啊 终于有哥哥你看看他 人家只是累了渴了 他就这么凶人家 那你就歇着吧 练你们开手 走吧 走吧 走 我可是听说了 你是任叔叔都不敢开除的最强女工 你放心 我不会开除你 我会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让你累到趴 衣服我都整理好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当然有事 明天可是任叔叔 让大家介绍我的日子 但有好多事情得忙呢 你可不能出失格的岔子 不然啊 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想当任太太 你有问过任先生的意思吗 当然问过 以我的条件 阿远哥哥只不过是要想在外面 闻闻外面的野花 这闻多了呀 他也会腻 他还是会知道 家里的小白花是最好的 对了 以我的气质呢 这件衣服都配不上我 一会去工厂库房 跟我再拿十件新的来 颜色太花了 重新选 颜色呢 是不花了 但是这些款式 太老旧了 你以为我是你吗 什么衣服都该往上上套了 工厂这几年热销款都在这儿了 你都看不上我没办法了 工厂没有那就出去买啊 百货大楼不知道了吗 百货大楼还有一小时就关门了 路上时间根本就来不及 那你就清手缝呀 听说你帮男人缝衣服的手段可厉害了呢 还带回家连夜缝呢 李叔爷 你真以为我不敢开除你啊 现在是我要开除你 老子不干了 妈 你简直太牛了 你居然把老板吵了 牛啥呀 应该等老板 连工作都丢了 小问题 我养你啊 今天这次会议啊 主要是向大家隆重的介绍 刺激部的新任部长白衣小姐 我相信红颜局团的刺激部啊 在白部长的带领下 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最讨厌听领导讲话了 真没劲 下面呢 请白部长讲两句 大家好 我是白衣 根据上半年的作品 下半年呢 我们会根据92年的潮流趋势 来进行一些改 一个自我介绍都能摆过这么久 越听越过 我要撑不住了 希望大家在我的带领下 可以推出更好的作品 看来这个助理小姐 好像不满意我对服装的看法 那我们就请助理小姐 来谈一谈她对服装的看法 我 我靠 我又什么都没准备 突然停 这不是等着让我出丑吗 大家好 我是总经理助理任若薇 呃这个 这个问题啊 一个破助理 还敢跟我对去干 这下丢脸了吧 当下女性服装的设计风格 主要展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 两个特点 线条感与剪裁 也是今年女性消费者 所追求的两大重点 所以女性服装的设计 在追求随性和舒适的同时 同样也展现了个性和时尚 依次来展现 源自于女性的自信和活力 您还满意吗 白部长 真没想到你还懂服装设计 那可不 我会的还可多了呢 服装设计啊 是我的老本行 有没有想过到设计部工作 你在说什么 你怎么能让我去给白银当手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或说到工作 我倒是真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商量 妈 我要跟你提辞职了 我想回家帮燕子 你也把老板吵了 嗯 哈 一个工作而已 在我们那儿 换个工作 就跟换条裤子一样简单 哼 妈 你说咱俩创业咋样 创业 做什么呢 你看啊 我会设计服装 你会做衣服 那咱俩不如开个小服装店呗 服装店 含个店我可能没那么多钱 但是 咱俩可以先去机器上摆着看 你觉得咋样 我真行 扣在哪里呢 只放沐浴也要向前奔爬 手足道 仰着嘴角走着瞧 年轻其生的心 谁也了不到 不负的 呀 准备的差不多了 咱们可以开张了 嗯 在正式开业之前啊 我们还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什么 跟我来 登登 哇 我们这小地摊 还有街牌仪式呢 那当然 这可是我妈 人生和事业的新开端 这仪式感啊 必须拉满 那我们一起剪个彩吧 好 来 那我们就剪个好彩头 你 来来来来 各位美女 来看看我身边的这条裙子 这条裙子的面料柔软轻酥 还不易褶皱 剪裁更是显瘦修身 而且百搭不挑人 不仅不挑年龄 还不挑身体 不管啊 你是上至五十岁 还是下至十五岁 只要你穿上它 这气质啊 立马就增 提高了一个档次 越穿越年轻 越穿越有气质 我们店里啊 还有更多美丽的衣服 大家一起进来看看吧 快来 慢走 慢走美女 下次再来啊 葳葳 你也太会说了 那可我 在家天天看直播 这些话说 不早就烂着手于心咯 那我们今天上午赚了多少钱 一共 四十三块五 不错啊 真厉害你 真是惊喜啊 我以为佛儿女工已经是最低级的工作 没想到你们还有下线 既然只洗了个小摊 这些衣服都是我们一经年轻手缝制 轻手设计的 自己根本是怎么会低级呢 自己做的又能怎么样 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货色 真是货如其人呢 真是生活充满崩溃 蛤蟆点评人类 我的设计 可是走在了时尚的最前端 是来自未来的审美 你懂个屁啊 不过 其实也可以理解 毕竟 什么的审美嘛 蛤蟆又怎么能看出好赖呢 我的审美你没有资格点评 听过华真服装设计大赛吗 那是殿堂级的比赛 等我今年代表红月集团 参加了比赛 拿到了金桥 希望你们这个小摊还在 华真设计大赛 是那个 朱雅文作品为的比赛吗 你还知道朱雅文 可不是听说过吗 那不就是我大学导师吗 那个怪老头的喜好 我最了解了 看来 我得去参加 为错白银的锐气 这两件衣服给我包起来 这都都是给你充业绩了 你要是连这个服装摊都排不好 那就得喝西北风喽 品种的滋味不好受吧 今晚吃点好的 就当做是我请了 你给我站住 有事儿 给我捡起来 我花了钱买了衣服 我想怎么处理 那是我的事儿 这种破衣服 只配在垃圾堆 破衣 你的钱还给你 把衣服捡起来 拿上你的筹钱给我滚 话说得这么狠 最后还不是给低着头 把自己的尊严给捡回来 如果我的退让换来的是你的得寸进尺 那么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会抬头不择手段 我们设计比赛上见吧 怎么让你知道 什么叫输的 你百涂地 就凭你 怕是连比赛的大门都进不去吧 痴人说梦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 跨过门槛 踩在你身上的 这一个星期我们一共赚了 580块钱 收购不小啊 都是你设计的好看 哎 都是你缝纫的技术好 妈 明天咱们的服装摊 是不是要放一天假呀 为什么 这你都不记得了 明天是你的生日啊 我爸妈走得早 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了 啊 之前在咱们家 你的生日啊 每年都是大办特办的 老任给我办的吗 对呀 每年为了哄你开心 他可是什么花招都做得出来 是吗 妈 明天你想怎么过呀 老任也不在 还是算了吧 若薇 若薇 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任重远 你怎么来了 我来 买衣服呀 我这里都是女装啊 没有男装 你来我这买什么衣服 来给我妈买衣服 不行啊 那你看上哪一件 我给你包起来 我都还没进去看呢 哪有这么快 你们这儿都有哪些新款衣服呀 介绍一下 你不会自己看啊 你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 想不想做生意了 这是我们最新的设计款 就当说我送给任太太了 你带回去吧 好 那你再帮我选条裙子吧 裙子又是给谁穿的 我二姑家的表妹 你还有多少个女性亲戚 一块说了吧 你怎么看到我这么不耐烦啊 你一上来 就弄坏我的假人 他一直处在这耽误我做生意 那我给你打工 就当是给你赔罪了 你给我打工 嗯 说吧 让我干点什么 嗯 嗯 嗯 现在假人被你弄坏了 也没办法展示衣服了 要不 你给我当个衣架子 展示一下呗 转一圈 好看不错 瞧一瞧看一看 看看 我们的模特儿 这个红毛衣挺不错的 是的 这男人挺帅的 嗯 这红毛衣回头给我递买一件 快来快来 您真有眼光 穿上这衣服呀 也绝对能美丽加倍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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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饿了 我都帮你卖一天的衣服了 你是不是睡得跟我口饭吃 公 我去给你买馒头 马上就回来 哎 我都帮你卖这么多衣服了 你就请我吃馒头呀 你也太黑心了吧 那你想吃什么 是啊 你去 我村的那头 有一家小饭馆 你帮我带一份 红烧狮子头 还有红烧排骨 还有点点汤 村里头好远的 就是远才能体现 你感谢我的真仇嘛 哎呀 好了你快去吧 我真的太饿了 快去吧快去吧 鞭子 生日快乐 坐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我是你男朋友啊 我当然知道了 什么男朋友呀 你可答应过 要赚钱养我的 李叔元同志 你不会是想反悔吧 我说的是 赚钱养狗 我 哎 谢谢你仲元 这是第一次有人帮我过生日 对了燕子 生日礼物 你送我鼎针干什么 我知道 你想成为一名 独立自强的女性 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所以村里鼎针 是想带给我的支持 这是一份 能攥在手里 看得见的支持 服装她生意虽然艰难 但却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向你保证 以后啊 你向前走的每一步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好了 我们来插拉住吧 一 二 哎燕子 你四十几倍的 我二十一 台湾小老大 你都看了一天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间办公室 好多初创公司都想租来着 不要了 现在就签合同吧 好的 请问公司名称是 书彦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喂喂 你在画什么呀 参赛的设计图啊 你真的要参赛呀 已经报名了吗 对啊 我已经让老人帮我报好了 多塞一个参赛学手进去 对他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啊 设计主题回到未来 参赛主题书彦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这是 这个呀 是书彦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班的要收 总裁 我 当然 燕总 这谁的他 大叔了 呦 这不上次那两个小妞啊 是你吗 还敢过来 上次没被打派呀 这是老子的地盘啊 在这摆他要经过老子同意知道吗 要交保护费懂不懂 什么保护费 我们是正经摆摊经营 已经交过场地租金了 保护费嘛 保护费 那就是你交了保护费 我才能保护你啊 那你要是不交保护费 当然我就保护不了你 对不对 你要干什么 不过这保护费嘛 一定要用现金 你要是肯让老子玩一玩 老子玩开心了 这费用可以免掉 他妈的又是你心了呢 上次就是你坏老子好事 你教训过你一句 还不长记性 你是教训的还不够狠 上次你坏老子的好事 今天你自己受伤磨乱了 我把你一吃一解决了 暂时娶你了个女的 病人没有伤到重要器官 但是人人失血过多 加上头部有磕碰 所以还在昏迷状态 那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这个不好说 主要看他自身的恢复状况 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都是有可能的 谢谢你大夫 那两个人招 我会动用所有资源 把他们查到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好 那我就在这里一直陪着他 直到他醒来为止 可是身体比赛 相应期就要开始了 你难道要打算棄赛吗 可是燕子 你放心 燕子这儿有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一直等到他醒来 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你去吧 两个准货 不让你去收拾那俩女的 是让你去跟我走认周远的 他总是坏我好事 我教育一拉我气不过 你要是把他走坏了 我嫁给谁去 这好灾阴差阳错 最后是这李书彦受了伤 这报仇 我要的东西呢 拿钱快滚 这要是敢把我供出来 不让你们见不了明天的太阳 好 我这里可能得下个月底了 对对对这里是 对对不对 在哪一部分 hogy愛称 这个恼不 mens 对引我走 就是我很 serio 这一个腕ку 这是根本的人 很疯, Dru 因为做到柱子 无人看见你的眼里 垂进太多的风沙 没有人的伤会和别人一样 我像风中的火彩 用尽全身的光芒 温暖不了你 东江的手掌 哟 这不是我们的路边摊设计师吗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比赛可是静止摆摊呢 我当然是来参加比赛的 我的设计就算是路边摊 随便拿出来一件 对你来说也是降维打击 真是可笑呀 就你那三角猫的功夫 还敢过来丢人现眼 比赛还没开始 一会儿丢人现眼的是谁 还不知道呢 你这还有心情过来参加比赛 对了 你那姐姐不是还在医院里躺着吗 你还不知道吗 我那个姐姐啊 每天都有人经理 日日夜夜 从早到晚的陪着 全心全意的照顾着哟 所以啊 她好的很 不劳您费心 为了爬上任家这个大树 你姐姐也是煞费苦心呀 还舍命把我阿远哥哥挡的刀 哎 这不管怎么样呀 这怎么都也入不了我们润巴巴的眼 只要她入得了人重远的眼 那就行了 其他人嘛 有重远 多说无意 那我们就在比赛上见 你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吗 我倒是做好了 看你失败的准备 一会儿赛场上 就让我来教教你 到底该怎么做人 中场休息 你不会以为亚文哥哥多看了你两眼 关心就是你的吧 被评委多看了两眼 总好过一眼都没被看吧 真是个土豹子 这么大的比赛 冠军都是内定的 亚文哥哥早就跟我说过了 冠军是我的 哎哟 我的白小姐 您肺活量了 可真的 这么能吹 如果等一下 你没有得奖的话 这脸 可往哪儿 哥呀 你怕是不知道吧 这朱家跟韧家是世交 我们家阿远哥哥 早就跟我打点好关系了 看到了没 我们家阿远哥哥 现在在跟亚文老师好好聊着呢 这冠军呀 被我莫属了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放弃 回去照顾你那病重的姐姐 她不是还在昏迷当中吗 哈哈 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请参赛选手针对自己的设计作品 做现场陈述 这款式呢 是最经典的款式 未来也不会过时 而这颜色呢 是砖红色 也不会出错 大家好 我是本次的参赛选手 任若薇 我的作品 在外观 设计思路 和面料选择上 都体现出 独特性和前瞻性 这是我本次设计的核心 流线型的轮廓设计 简洁而富有张力 线条流畅 又充满力量 此外 我还用了非对称的剪裁和立体装饰的运用 来体现科技感和时尚感 在服装的面料方面 我全部使用了可再生的环保材料 可持续的时尚 才应当是未来的主流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设计思路 感谢大家的聆听 经过三位评委的综合评定 获得金奖的作品来自 任若薇 谢谢大家 妈妈 妈妈 我获奖了 这不可能 这说法来讲是我的 白小姐 您的作品平淡无奇 毫无亮点 本次比赛的主题 回到未来也没有任何体现 我们认为您并没有认真 对待本次比赛 所以不能把奖 扳给你 妈妈 你终于醒了 恭喜啊你 薇薇 你可真棒 设计得真厉害 谢谢 阿远哥哥 一定需要什么误会 你不是答应过我 回去帮我打点评委的吗 我的确跟评委打过招呼 雅文 我希望这次的比赛 你能够客观评价 用你的专业性 选出最优秀的作品 我以为你会跟我说 让我内定白小姐 作为获奖选手 设计界最优秀的奖项 应该是属于最优秀的人 让选手们用实力说话吧 宫元 我欣赏你的政治 你放心 我一定用心评价 好 这是我的名片 希望可以多多合作 好 谢谢信任 我会尽快联系您的 谢谢 任状元 这是你逼我的 干杯 庆祝燕子女装公司 成功拿下大订单 燕子 你酒就别喝了 你才刚出院了 医生都是我没事了 今天开心吗 有让我喝一点吗 任总 应该改口了 现在得交 燕总 燕总 敬您保重身体哦 好的任总 我敬你一杯 那你就只能喝一点点 知道了 谢谢任总 在医院对我的日夜照顾 扶此辛苦 燕总才爱了 燕总谬赞了 你 啊 我说 两位大郎 两位老总 现在 那种小的说句话了不 咱们现在 该走吧 合同签了 我们就得按规定时间交货 但是这个订单量非常大 光靠你们两个人接手做 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要找服装炒代工 放心 交给我 请请下播 有 谢谢任总 来 做梦 爸 你一下公司分明 生意是生意 既然是有收益的商业合作 那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吗 你让我 跟那两个不止天高地厚的丫头合作 瞧你这里出息 区区一个小订单 也值得你大费周章的向我求情 小订单也只是第一步 燕子公司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未来也会有大订单进来 现在建立商业合作 对未来的收益和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我就搞不懂 你怎么总是帮着那个小公司 难道 您还慈心妄想的 想跟李叔一在一起 爸 他替我挡了一刀 我的命都是他给的 那就给他一笔钱 打发了糟 我不干 混杂东西 白颖都跟我说了 上次设计比赛 你一意固形地护着那两个女人 让白颖下不了台 你犯糊涂 你犯到什么时候 叔叔 我没有关系的 只要远哥哥能够回家来就好 你听听 白颖到现在还护着你 不管怎么说 我陆总经理 我也有权决定公司的发展 你以为我不敢开了你 是不是 我知道你有这个权利 但不管你怎么说 我的心是不会变的 好 既然你一定要让我跟李叔一合作 我可以和 但是你也听我一句 你是不是好久没回家了 礼貌让你今晚和白颖吃点晚饭 不听是吧 只要我一个电话 我会让成神的佛装强 都拒绝和李叔一合作 我们选择 你看着办 阿远哥哥 我可太高兴你回来了 我不在乎你以前和其他女人的故事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阿远哥哥 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的 不就是我去国外了两年吗 你以前可是很爱我的阿远哥哥 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成妹妹看待 那你没有别的意思 那现在呢 我最近正在调查 上次伤害李叔一那两个混混的踪迹 你 跟他们认识吗 我怎么会认识他们呢 但是我听人说 那两个混混 曾经进出过你名下的会所 而且不止一次 这会所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人 我怎么全都认识呢 你最好是不认识 如果让我查到那两个混混和你有关系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 阿远哥哥 你这也太冤枉人家了 人家好歹还是大家灰秀 怎么可能会跟混混沾上关系呢 阿远哥哥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 这一次认叔叔 是想让我们来商量订婚的日子的 可是既然你这么抗拒 那就算了吧 今天呢 你陪我吃完最后这一餐饭 我明天就去跟叔叔说 解除婚约 阿远哥哥 我以后还是你的好妹妹 对不对 请问哪位 这里是任奖 人众也在家吗 阿远啊 他今晚喝的有点多 在洗澡呢 不好意思啊 今晚可能会有点忙 请不要再打电话过来 不好了吗 老人出事了 来一个给我做了什么 安心一点 不需要解案 书院 书院 书院书院 每天都几个小剑 等过了今晚 生命煮成熟饭 任太太的位置 就是我的 敲什么球 烦死人呢 我要找任中原 你呢 来的时间不太对 他刚做完剧烈运动 正好在休息呢 不可能 我要找中原 出去 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的 今天晚上 我却让你当欲望的奴隶 我花了这么多心思 想把那俩女的给弄死 结果呢 我连你爸都给拉拢过来了 最后我还是得不到你的心 没有关系 今天晚上 我就要得到你的人 善叹她的位置 那就是我的嘛 嗨 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的 不惊喜 敢给我爸下药 我看你胆子够大了 今天 我就要撕了你 我妈做一道手撕机 真的你爸你妈 我还是你姥姥呢 哟 手劲够大了呀 日如铃 日如铃你给我站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书彦 书彦 我好人啊 那帮帮我好不好 我在呢 我在 当梦境 飞行过世界 漂浮在边界 环绕身边 梦的光泉 你偷来实现 你偷来实现 照亮整个黑夜 和我擦肩 落在担心的起点 I want you love with you 想在你身边降落 'cause I miss you 中月 中月 你醒了 来吃饭吧 我还要跟自己做饭呢 会一点 以后还可以学更多 啊 好香 嗯 好吃 好吃吧 你 你 你鬼喜欢寄托了 哦 好 好吃 你鬼喜欢寄托了 我 你鬼喜欢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你呀 昨天连自己都差点丢了 昨天晚上白眼没得逞 她和我爸接下来 肯定会有大动作的 不管了 先吃饭 快点 帮你喂我 好 吃这个 咋了你 妈妈说好 不好了 刚才 有好多购物商打来电话 说要取消合作 什么 那怎么办啊 叔叔 您可得帮帮我呀 昨天那个李叔爷跑到家里来 差点都把那个仲元给拐走了 还有她那个表妹 直接就把她给嫁走了 不 岂有此理 怎么会有这么不自凌晨的女人 叔叔 您也知道 我一个人哪里逗得过那俩女的呀 您可得帮帮我呀 不然我就要被赶走了 这个你放心 她们两个 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可能让她们见人家的门 还得是叔叔 叔叔您这地位高 仲元她当局者迷 什么都不清楚 我 所以叔叔 您一定要帮帮她呀 这样 只要有一个办法 你们尽快结婚 方黎 就放在礼堂去行 合同上我们交货时间是什么时候 下个月7号 那大工厂还有能合作的吗 已经一家都没有了 刚刚都打电话拒绝了 包括之前你已经签约过的那几家 也都打电话说 他们会按合同支付违约金 要年末交亲 没有货源 我们下个月就没法交差 到时候该赔付违约金的就是我 如果共和商务员金没有到位 我们就会垮掉 我看啊 他们就是故意想把我们搞垮 简直太过分了 一定是我爸在背后搞的鬼 他是在针对我 希望我直男而退 看来这一次任厂长是要亲自下手 逼你就犯了 对不起 这件事都是因为我 他能这么对燕子 也就能这么对你 我看你还是早做准备吧 今晚就回家 月末和白英结婚 如果你替我安排 我可以既往不救 就到什么事情没发生 和我没法当成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是不会去白英的 看来你是体内心的要跟你书彦在一起 那现在恐怕不好过吧 爸 书彦和你无怨无仇 你为什么要正针对他 我就是看到不顺眼 原来他只是个工人 我没把他放在里面 现在他居然把手伸到家里了 我不得不管 我是不会任由你打压燕子的 你不要竞争不吃吃法酒 敢跟老子作对 你想造反吗 我告诉你 你取白英也得取 不取爱的群 这个事情没得商量 要我来干嘛 昨天晚上还没被我下垢啊 我呢 听说你们那个小作坊 最近出现了一点经济危机 是有问题了 不劳您操心 你呀也不用嘴硬 我呢这个人就是菩萨行长 我今儿呢 是想给你过来介绍点活 你要是把我这个假疯爸爸给伺候好了 你们不仅可以赚点小钱 这不定呀正常找 还能放过你们那个小作坊 好呀 我这个人啊 最不会和钱过不去了 那您说说什么活 那你就帮我设计一套风纱 一套敬酒服 还有一套性感的事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 下都下不走 让我给她做嫁衣嫁给我爸 简直是疯了 我的时间很珍贵 玛丽马上就要到了 没有时间给你用 这个白鹰手段无容小觑 想要阻拦婚礼得从白鹰这里下手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好机会 好我接了 不过我现在可是获得过设计大赛金奖的顶级设计师 所以我的价格要比市场上的普通设计师高至少三倍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条件 在我开始准备工作之前 我需要你提前支付我百分之五十的预付款 如果这些条件你做不到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走人 钱不是问题 多好说 好 没问题 我妈那边还是等我找到了解决办法再告诉她 现在跟她说一直会徒增烦恼 上一次你安排我联姻 我没有拒绝 但这一次我不会再同意了 你还提上一次 上一次任由你胡闹 取下了订婚姻 这次绝对不可能 我不管 我只喜欢出院一个人 你 你要气死我 是吧 好 你既然要跟你说人在一起 那就管出公司 离开人家 总经理开始 你不再是总经理 也不再享有人家的任何权利 最后白映结婚 在那观破样子 回到人家 我要看 你离开了人家的背景 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离开就离开 你们俩今天怎么这么沉默呀 车到山前必有路 供应商的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 只要我们三个一条心 一起努力 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 我先去画设计读了 快 我去联邦工艺商 这俩人 怎么这么奇怪 阿远哥哥 你别冲动呀 叔叔阿姨他们会难过的 你不要以为我忘了你曾经 你做过什么事 我只是太爱你了 才会不择手段的 只是有点不择手段而已 我告诉你那两个混混 昨天已经在隔壁上被抓到了 明天就会被押送回来 你最好祈祷他们 我会把你供住 不行 我马上就要成为任态 你们都得给我死 孙厂长 我们之前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这样 我提前再加百分之十 我求你帮帮我好不好 李总不是我不帮你 人家的权利实在是太大了 她是全省最大的财务商 没有哪个材料厂该得罪她的呀 您还是另寻高人吧 不是 孙厂长 喂 孙厂长 舒燕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没关系的 我不后会跟你在一起 仲元 但是做公司真的好难啊 我都怀疑 我不是这块料 她公司没有容易一说 宏远集团走到现在 供应上不稳定 融资成本高 物流成本也高 而且生产技术也卡脖子 你能想到的问题 他们都有遇到过呀 好难啊 没有人是从一出生 就能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 我呢 也是跟着我爸 我怕滚打 你步步走到现在的 我能不能把你挖过来 你想顾我呀 嗯 那你打算怎么付我工钱 先借着 行不行 我现在 出机有点困难 不行 我只能接受 当免支付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我看看我兜里有没有 一个 够了吧 一天一个 你许子大开口啊你 这几拳是替书院的打扮 我给你最后一次坦白的机会 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说 我不告诉你会被你弄死 我告诉你 我会被他弄死 还是苏东西医生 你现在就接着我吧 你的这条烂命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只要你肯向我坦白 我可以帮助你 改名换性逃到国外 这样白眼就找不到你了 喂 做得很好 前五会打到你账户里的 前五会打到你账户里的 很好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错了 不能走那么任重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刘伟明 是不是和白银有关系 刘伟明是白银派到工厂里 打探底细的 公司的利益营收 都是他会报给白银的 追求李苏彦也是白银指他做的 就是要让他在回来之前铲出轻敌 风格倒是不错 就是含蓄了点 想要张扬一点 直接披个麻袋不就好 没什么呀 你以为我是你啊 路边坛小姐 我穿 当然没有您穿合适了 毕竟得需要你这种大垃圾 才能把麻袋撑满 你要是再敢呛我一句 我就让李苏彦给破产 设计图通过了 去做衣服吧 七天之内我要见到我的婚纱 期问 Colin 喂 李总任厂长请您过去一趟 说有事情找你 说有事情找你 李总任厂长请您过去一趟 知道了 嗯 我看很好 白小姐不亏是大奖贵心 跟我作元十分相同 那个礼堂的婚礼的布置方案都选好了吗 都布置好了叔叔 您到时候到现场就行了 好 好 作元 别回来 说句话啊 我话可说 阿远哥哥 这婚纱可是若薇亲自设计的 你要是无话可说 那若薇会难过的 你们在说什么 骗子你听我解释 你还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 骗了我再告诉我什么 你这个骗子 我没有骗你我是真的爱你 够了 我不想骗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你跟我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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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了 你太正义 你听我解释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由 我理解 我不恨你 只是我现在没办法跟任何人交流 我需要自己进一进 那我爸有跟你解释吗 我们分手了 我累了 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 慢着 慢着 让开 台阴你是个家人 别胡来 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女人 都是她家的好事 很晚了 你回去吧 可是燕子怎么办 她已经连家都不回了 她怎么样 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 任重远 你混蛋 你打过了没有 这一巴掌 是替燕子她的 我告诉你 你这个奸人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你 哥哥 那把人家打疼啊 贵子里要掐什么药 那你给人家掐呢 也不知道我妈现在怎么样了 本来以为 他们两个就快要修成正果了 我也就可以穿越回去了 没想到 现在居然分手了 都怪白银这个贱人 就是气死我 如果 我买熊杀人的话 穿越回去 应该不会被定罪吧 乖了 还是明天老老实实的 去找我妈求情认错吧 妈妈妈妈妈 嗨 叶总 怎么办妈妈 妈妈真幸福 我帮你收拾 帮我 不 我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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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理我了 妈妈 你终于原谅我了 我就知道 你最心软 最美丽 最善良 最善解人意了 谁说我原谅你了 瞒了我那么大事 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我已经将功不过咯 告诉你 昨天晚上 把人中原给打了 打了几下 打了六下 打少了 那你说 还要再打几下 我现在就是给你补回来 现在的重点 是怎么让公司活下去 没有公司作为底气 我们永远被人家瞧不起 就算不嫁给殷中原 我也不想被荣祥瞧不起 你有想好要怎么对付他吗 受你的启发 我还真有个办法 但是代价很大 只需成功 不许失败 没关系嘛 你就放心干 大不了失败了 我们就再创业一次 滚 任荣祥先生 我要起诉你和红远集团 又啊 要起诉是吧 想起诉 到我的法务部 慢走不送 诉状我已经写好了 并且已经交到了人民法院 不出意外的话 过几天你就能收到法院的传票了 红远集团贿赂上游供应商 恶意排挤竞争对手 证据我已经全部搜集齐了 我已经以你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竞争为由 对你进行了起诉 诉状就得 你说呀 之前 我倒是轻看了 可你这个不知天高地高的程度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的想象 你跟红远的历史团抗 那可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的 来头 我提醒你一下 整个的起诉过程 短持术语 长持一两年 据我了解 你的公司已经是极机可恶 快要破产的边缘了 你拿什么资本 跟我倒 我做这一步 最大的目标 不是让我的公司起死回生 一个公司倒下 我还可以再见一个公司 只要我李舒燕不放弃 就总会有我成功的一天 公司死不死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要让你和你私下勾结的那些公司付出代价 我知道 红远集团体量庞大 一个官司很能让你们彻底倒下 根本要表你的命 但至少 我能让你调一大困重 让你知道疼 让你知道 被我李舒燕反咬一口是什么滋味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绝对不会向你低头 任你欺负 如果你撤回对舒燕公司的打压 再捐一百万到扶贫磁产机构 我可以考虑 适速 但是你只有三天时间考虑 自己想清楚 任厂长 我们仔细阅读和调查了诉讼文件 李舒燕应该已经取得了其他企业的供词 掌握了对我们不利的证据 但只要我们一口咬定 取证过程不合法 加证据不实 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概率胜算的 但是 最近正是全国优秀企业评定的关键期 缺衡利弊保险起见 我建议您还是选择私下合结 阿远哥哥 你看这里是不是布置得好漂亮呀 很好 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我好开心啊 妈 妈 真厂长妥协了 我们的供货商 都已经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了 而且还给我们打了大折扣 太好了 快走快走 我们要来得及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跟我走不就行了 叶子 你愿意嫁给我吧 我怀孕了 真的 打掉承诺的话 爱你呀 傻瓜 还没成型呢 你正好时光 我正在哪 你们在干嘛 这里是我的婚礼 你给我出去 我才是任太太 阿远哥哥 你爸是不会投他进家门的 认识书呢 我还想认识书 都到现在这个份上了 叫哪个叔叔都没用了 不过 叫我生爸爸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扰了你 你做梦 都给我滚 这是我的婚礼 把艾娜 把他们都给我抓走 白云小姐 我们掌握到了你买熊杀人 买卖围禁药物的证据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远哥哥 我是被冤枉的 你快救救我呀 远哥哥 你快救救我呀 所以 你就是我们未来的孩子 呃 还 满意吗 大中午还在睡觉 天天就知道看手机 你看都看到二半夜 还不是你惯的 大中午还在睡觉 天天就知道看手机 可能看到二半夜 还不是你惯的 我终于回来了